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何人都会有秘密 这个就当作是我的秘密吧 继续练功吧 天黑之前要再练习一会儿 白钱点了点头 被阿里刺了一剑之后 她的修为损伤了太多 如今只能从头练起了 她每天都是没日没夜的修炼 有的时候什么人也会担心 劝她多休息 不过她都拒绝了 离近现在无心选拟 她知道时期就是四阴之后 尽管大度的放她离开 可心里却无比怀念她在的日子 二哥哥 胭脂 你怎么来了 二哥哥 我今日心情不太好 能和你聊聊吗 离近泡了一壶茶 又拿了胭脂喜欢的点信 平日里这个妹妹总是不爱麻烦别人 难得听到她说需要什么 说说 出什么事了 二哥哥 我 我在城中见到过子兰 已经很久了 那个时候她好像失忆了 不记得我们了 她做了成立的大夫 深得民心 我怕会有人想要伤害她 就派人暗中保护 可是很久之前的某一天 她突然消失不见了 直到现在也下落不明 宫中有其他人知道吗 胭脂摇了摇头 离近松了一口气 幸好不是全你所为 否则她真是太对不起昆仑虚了 二哥哥 你能不能帮我找找子兰 胭脂 你对子兰 我也不知道 但是他人真的很好 我很喜欢和他做朋友 不论如何 我都会想办法找到他的 你不要担心 白浅修炼了多日 修为已经恢复了大半 所有的一切他都记起来了 马上就是要复仇的时候了 来吧 训练 今日不练了 我要出门 去哪里 我陪你去 不必了 我想自己去转转 晚上会回来的 一路小心 白浅刚转身 神秘人就在他身上加了一层结界 将他保护了起来 不过神秘人的修为极高 因此白浅并没有察觉到 白浅走到了街上 到了青秋脚下 他没有回去 而是在镇上找了家客栈修墓 又去外面买了许多东西 公子 您几位 因为白浅还是一身男装 所以店家也理所当然把他当做了男子 就我一个 有吃的吗 有的有的 快请进 请上座 白浅找了处靠窗的角落 店家拿来了师谱递给白浅 白浅随手翻了翻 炒 炒一本 好的 您稍等 酒有吗 要最累的酒 有有有 我马上去拿 您稍等 菜位上齐 白浅便一个人喝了半坛子酒 这酒味约发的淡了 不像从前的那般好喝 莫非是这灰心的店家对了水了 林珠两个男人在聊天 引起了白浅的注意 主要是他们俩声音太大 别人想不听见都难 听说了吗 那昆仑旭还阴魂不散吗 此话怎讲 进入一斤大铁榜文 让大家寻找昆仑旧部 怕是要一起见面他们了 可以见得 当年咱们一军不也是昆仑旭弟子吗 我呸 昆仑旭算个什么玩意儿 不过就是个落魄的部落 如今可不比一千年前了 他们可是死的连渣子都不剩了 谁还会记得 也是也是 毕竟咱们一军当初是去握心肠胆 又不是真心想要拜入墓渊门下 那墓渊虽然秀为高 可是跟我们一族比起来也是不值一提的 砰 白浅弄砸酒杯 众人都看了过来 一眼过后又继续做自己的事了 只当他是不小心 白浅站了起来 走到了方才议论的人的身边 冷漠地瞪着他们 你这人谁啊 在这儿倒什么乱 想死吗 你方才说昆仑虽什么 你再说一遍 呸 你谁啊 你叫我说我就要说吗 你把大爷当什么人了 白浅没有啰嗦 一只手抓住了那人的肩膀 那人顿时疼得说不出话来 只有眼泪在眼眶盘旋打转 这下大家都看过来了 没有心思吃饭了 我问你方才如何诋毁昆仑虽 你再说一遍 我说昆仑虽是一族手下败将 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 那人的胳膊断了 疼得啊啊啊大叫 与他对话的人也怒了 不满的瞪着白浅 小子你疯了 竟然在这儿动手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你知道我兄弟俩是什么人吗 你是什么人 自是与我无关 方才你是怎样说昆仑虽的 你再说一遍 你说什么 你还敢挑衅 那人抬手要打白浅 白浅一个眼神扫了过去 他瞬间没了力气 忍忍的瘫倒在椅子上 今日你们看清楚了 昆仑虽即便是家破人亡 也轮不到世人评判 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诋毁 莫冤上神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还不配知道 本上神的名讳 周围站了一圈人 却没人敢上前 也没人敢多说一个字 白浅扔下了银两 转身出去了 被打敌人心中万分不服 可是奈何打不过白浅 白浅满桌的菜几乎没动 就只拿走了那几坛子酒 好歹还能喝上几日 离境消失后 这昆仑虽 也没人陪他酿酒了 另一时空 白浅人界的父亲终于回家了 还带回了一个女子 老的 您回来了 少爷呢 回老的 少爷还在书房 去叫他出来 我要见他 知悦陪着白老爷在院子里聊天 不久后 白浅出来了 珍珍 这是你伯父家里的女儿 叫知悦 与你年龄相仿 此次他父亲要出门 他要来我们家赞助些日子 你要替爹好好照顾知悦 知道吗 白真皱起了眉头 不愿意 知悦看着他特别开心 白公子 您好 我是知悦 知悦 珍珍 我晚上要去见朋友 家里就交给你们自己安排 要吃什么就通知厨房做 是 多谢伯父 知悦一眼见到白真就格外欢喜 虽然不知道他的习惯 爱好 可是就是很喜欢看着他 你为何一直盯着我看 我觉得你长得好看 看着让我开心 长得好看的人那么多 他们都没有你好看 你是最好看的 白真一时之间接不上话 不知道该说什么 知悦看着满院子的单亲 水墨画 有些惊喜 这院子墙上的画 是哪位大画家画的 知悦小姐 这画可不是外面的画家画的 是我家公子画的 家丁开心的帮白真做宣传 白真想要制止已经来不及了 这是你画的 想不到你不仅长得好看 还这么有才华 一路颠簸 如果你饿的话 让厨房去给你做些吃的 我晚上还有事要出去一趟 你要去哪儿 我跟你一起去可以吗 家里没有人我无聊 家里家丁这么多 你要想出去玩 让他们带你去就是了 我是有正事要做 不是去玩 不方便带你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如果我爹回来问起 你就说不知道就行了 白真开心的回来 房间换了衣服 周回终于可以出门了 他得回去看看 既然他们开荒的工作 做的怎么样了 白真带了两个中心的随从 换了便装 包了辆马车出去了 公子 我们这样跑出来 把知悦小姐一个人扔在家里 会不会不太好啊 她是我爹带回来的朋友 理应让我爹招待 我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是吧 是 大影的 生日快乐 是